气象看大爱 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在北部还有东北部 还是阴雨绵绵 先来看到雷达回波图 台湾上空的水汽 比起前几天明显的减少了 今天整体来说 降雨越来越缓和 不过还有一整片的水汽 笼罩在东北部 所以剩下在基隆北海岸 宜兰还有大台北的山区 有局部大雨 那明天还会下雨吗 来看到卫星云图 海面上的那个台风 距离台湾600多公里 持续往香港海南岛的方向前进 强度也是持续的减弱了 而另外一个榕树台风 在今天早上8点已经减弱 成为热带性低气压 透绪对台湾都不会有明显影响 明天东北季风会减弱 各地温度会稍微回升 白天在台北的温度回到24度 北部28度 中南部30到31度 不过清晨的低温会稍微凉一点 20到22度 而虽然东北季风减弱 但是受到南方云系水汽北移的影响 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偏多 所以看到下雨的范围主要会在基隆 北海岸还有东北部 容易会有局部大雨 桃源以北还有花莲 台东的雨会比今天再趋缓一点 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而其他地区会有零星的降雨 风浪方面呢 明天还是有强风特曝 在台南以北还有东南部 包括了蓝雨绿岛还有恒春半岛 另外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有9到11级的强震风 沿海也容易会有长浪 所以今天在宜兰的苏澳 还有屏东的小琉球 都持续出现2到4米的浪高 明天在台湾的沿海一定要特别注意 生活follow me整理气象重点 在北部还有东北部 明天都还是容易下局部的大雨 所以桃园以北还有花莲台东的观众朋友 一样出门都要记得带伞 连日的大雨 尤其在宜兰的累积雨量破千毫米 容易让山区的吐石松动 所以这阵子最好还是避免到山区活动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 北部东北部的温度回升1到2度 不过清晨入夜还是偏凉的 只有20到22度 早出晚归多待件外套出门 沿海风浪都还是偏大 容易有9到11级的抢震风 沿海可能也会有长浪发生 所以到海边活动的话 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接下来看各地详细的天气资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接下来看 速刷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